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德国站从排位赛到决赛 法拉利车队和红牛车队一直在叫着劲 最终法拉利车队笑到了最后 西班牙车手阿龙索本赛季第三次站在了最高领奖台上 7月22号下午2点 随着指示红灯熄灭 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德国站决赛 在霍根海姆赛道大幕拉开 之前排位赛第一的阿龙索驾驶着法拉利赛车一马当先 而维特尔舒马赫则分别驾驶着 红牛赛车和奔驰赛车紧随其后 单圈长度4.574公里 一共要跑67圈 阿龙索要想在将近307公里的总距离上 一直保持领先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阿龙索做到了 而且还做得相当漂亮 再后各大赛车媒体对阿龙索的评价是 他的胜利是具有统治性的 德国站哲贵让阿龙索本赛季第三次 站在了最高领奖台上 再后阿龙索高兴地说 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当然很高兴 我们有一支出色的团队 我们制定的战术就是要在发车时确保领先 最后的结果大家看到了 这是我们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战术 他很高兴 他很高兴